透过中西合并的治疗,也希望能够提升乳癌患者的存活率。 根据卫生署的统计,乳癌常年位居国内女性癌症发病率的第一名。 然而,因为现代的医学、乳癌疗法的进步, 目前末期前的乳癌5年的存活率高达了7成以上,远高于多数的癌症。 经过2014年发表的保健资料库,10年回溯分析发现, 乳癌的患者经过化疗之后,如果搭配中药的治疗, 这和单纯的西药治疗者来相比,10年内的死亡率大约可以降低5成。 推测这和中药能够改善放化疗后的副作用有关, 它可以让患者顺利地完成癌症治疗的疗程。 为什么要选用雷射针灸? 大概如果一般我们灰溜不好,我们大概用针灸方式就可以去帮它改善。 但是因为患者它是一个淋巴切除的患者, 大概西医他们会静坐局部,换车会静坐治疗。 所以打针、负重、甚至针灸可能就会比较紧张, 没办法做这样积极的处理。 所以我们选择用这种雷射的能量方式, 大概这是一个非侵入性的能量治疗。 运用我们雷射光的一个集中,能量比较集中的方式, 就很像我们针灸的针,针头一样很细, 这样去直接把能量照射到我们的穴道点, 配合穴道点的一个能量刺激, 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, 我们的那个细胞粒线体活化, 所以它的代谢就会提升。 这在过去,其实这也不是这一两年才发明的东西, 其实在过去台湾就一直有在应用, 只是大部分都应用在我们的雷射减重, 针灸减重,或者是一些怕针的人在使用的, 比较怕,因为这个在过程中不会不舒服, 它是一个低能量的一个传导能量的方式。 陈中渊医师表示, 乳癌患者因为切除淋巴, 容易导致手部循环不良, 上肢肿胀酸麻。 如果配合雷射针灸仪的血位治疗, 这可以有效地改善肿胀酸麻, 刺激血液循环, 促进细胞, 立腺体的活化。 在过程当中, 没有不舒适感, 无伤口, 也无感染的风险, 无疑是给予偌大的乳癌病友, 一个新的明灯。 法界新闻, 廖杰林许建议, 高雄报导。